你應該會想要知道說做完有多久可以清房嗎? 我們通常都希望病人在三個月之後才開始用 因為我們希望說血管都穩定了 然後傷口都穩定了 因為有時候清房太激烈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受傷 這些人在用的時候會不會感覺女變男的病人 我們會把女生的陰殼把它保留下來 陰殼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敏感的器官 我們會把它保留下來放在這個陰莖的根部 所以她在行房的時候她會受到某些的刺激 那陰莖本身因為那個神經會長過去 所以陰莖本身也有一些感覺 但是那個感覺跟男生的龜頭那個感覺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感覺大概是這樣 男生變女生我們會把男生的一部分的龜頭 留下來做陰殼 這個是她最主要的感覺來源 然後我們會把包皮做小陰殘做大陰殘 皮板做的陰道或是用腸道做的陰道 這些陰道通常都沒有什麼感覺 只有被撐開或是痛的感覺 你變男男變女都可以形房 因為形房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我們做這個重建手術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我們不是上帝我們沒有辦法去造一個男人或是一個女人 我們只能用我們現有的醫學的技術 然後外科的技術去做一個可以達到某些功能 一定不可能達到100%達到某些功能 像你可以做形房 但是你必須可能要用一些輔助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們不是上帝 對合作組合的教程 我們希望依靠多好 讓 takich功能